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个议题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 这几天社会沸沸扬扬 我十分感谢其实有很多支领月退休金等军公教朋友 他们借由电话借由脸书给我支持 他们告诉我虽然他们有领这一份这样的一个慰问金 但是他们也认为这份的慰问金予以删除 符合公平正义 他们愿意支持 我很感谢这么多军公教朋友 他们原谅我 而且他们支持我 在这里我也要告诉社会大众 我感受到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共识 民国95年民主进步党改革18%的时候 社会没有这样的气氛 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 上一次的改革被认为是蓝绿对抗 我们失掉了改革的契机 也可以说其实是实际未成熟 但是这一次 如果我们再被当作阶级 如果再被当作蓝绿 我们再失去改革的契机 那就覆潮之下无完软了 台湾的公务员退休制度取法于欧洲源于德国 欧洲当时是以战后婴儿潮 庞大的人口 持续的庞大人口 做基础 他们估算社会将有庞大的生产力 用这个做基础来设算制度 没有想到少子化的趋势 跟平均余命的延寿化 造成制度改革的必要 欧洲面临这样的问题 已经改革了一段时间 也面临了许多国家 必须要全面改革的考量 例如英国 英国公务人员退休的制度 规划的改革方向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措施 包括有可能必须到67岁69岁才可以开始请领 包括请领的年限可能被限缩成10年或15年 台湾如果走到那一天 军公教福利制度的改革 这么用严厉的手段 这么严重的手段来做改革的话 那个冲击将是莫大的 因此本席呼吁 当我们在这一次的改革的契机中 所有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陈冲院长跟马英九总统 应该要掌握这一个改革的时代契机 这是一个改革的失败 我们准备好了 202亿支领月退休奉者的年终慰问金 本席很希望在这个会期 我们可以予以删除 本席在今天也已经完成了联署 针对警察人员 针对教师 针对退休的公务员 以及针对军人 他们如果是因功成残 那么年结的慰问金予以法制化 这部分我们需要照顾弱势 本席呼吁在这个会期 立法院的同仁面对国家改革的契机 删除202亿 完成弱势公务员因功成残的 年结慰问金的法制化 并且立即完成劳保条例 政府逐年拨补 以及负最后支付责任的修法 两项修法 锁定在这两项修法 在这个会期予以完成 国家整体的社会安全的永续制度 两党坐下来 好好加以改革 本席期待 在这个会期结束的时候 这202亿处理的问题 不必付诸表决 而是用一个共识的案一起通过 谢谢